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就是禁止软件的群组 容许网友可以互相沟通 大家去做讨论 现在再放到一个连结是什么呢? 那个连结就是昨天上了CAPITAL CORNER 做一个网台的节目 跟Herman Sir讲微股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挺好看的 有兴趣可以点入那条连结去重温一下 现在想讲今天的财经新闻 第一个就是讲那个叫做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其实是由外国的机构每年去做 那一定会看得出那些叫做欧美 尤其是欧洲的发达国家 他们被那些评估 就算到一定是最高分 包括排第一的芬兰 丹麦, 丹麦, 冰岛, 瑞典, 以色列, 荷兰, 挪威, 路心堡, 瑞士, 澳洲 这些就是排名最高 其他的比如熟悉的国家 比如加拿大15 英国20 新加坡30 台湾31 日本51 南韩52 中国60 香港86 阿富汗143 那你会看到 我们关心一些华语区 就是两岸三地 那其实 台湾的幸福指数比香港高 台湾比内地高 内地又比香港高 台湾排第31 中国就排60 香港就排第86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最大的原因 其实香港的居住 那个分数是很低 就是内地 那个分数可以去到1.6 台湾可以1.7 香港就是0.33 香港赢是赢什么呢? 就是赢在人均GDP 香港是1.9 台湾是1.8 内地是1.49 那就是说 香港就赢了在钱 还有就是什么呢? 那个预期寿命 预期寿命呢 香港是0.857 内地是0.629 台湾是0.65 那其实都挺大件事 因为为什么呢? 香港居住环境不好 跟着呢 就 找到钱 就是窮得剩下钱 但是呢 又长命 那其实呢 香港人 为什么整天都 如果是说笑容 为什么整天都会是没有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说 生活压力大 你赚的人均收入 是比内地高 比台湾多 但是 你那个居住的质素呢 就非常之差 因为香港始终都是在行一个高地价政策 那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也是很不公平 香港是一个城市 还要是国际级的城市 刚才你去比 是比内地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一个国家 那一个国家的时候呢 那他们呢 就是可以 叫做高佬归田 去选择一些收入低一点的地方 去做退休 但是香港没有退路 就是香港 就是除了在六七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你是可以选择由市区 搬去新界住 很记得以前 昨天都说过了 那个叫社会的科 那你还在讲 那个人切就是 爸爸就是做白领 妈妈在家 接着的舅舅就说做渔民 那个叫做阿叔呢 或者大伯呢 就是做农夫 那这些人切 那你是可以告老归田 因为你说的以前 我们幼稚园都很记得 一个城门隧道呢 是一个旅行的地方 就是幼稚园毕业 就是说去沙田去旅行 就是这样 今天已经是四通八达到不得了 以前 说的80年代去屯门 靠屯门公路 很少人说愿意去入屯门 但是今次今日 一条地铁已经到 已经全部将新界 已经变成市区化 人口由以前三四百万 现在去到七百多万 多了这么多人 那你要去用一个城市 还要用一个国际级的城市 去比 和一个国家比一定是难 那第二呢 就是说的 其实每一个叫做国际级的城市 生活一定是艰苦的 因为它只是容许最顶尖的人 在那里住 或者是你在那里提供服务 只不过就是贪拒 那个人工高 那通常那些住的地方 一定是不好的 就是纽约你都会有些人 住在那些水渠 好像那个隐者龟 住在那些很差的地方 都是会 这样的时候 根本就是一个叫做现实 那就是 就是香港又没有办法 因为你出生就是在那里 就是不同外国 你就算在外国出生 你都是选择 我要去拼搏我为梦想 为赚钱 我甘心在一些不好的环境里面居住 我甘心付出一个这么高的楼价 这个是他们的选择 但是香港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历史遗留的问题 那我觉得 这些东西是 没得说的 但是香港 讲的那个叫居住 始终真的是很差 那居住和楼价是两回事 那你说 香港政府是不是可以做好些 我觉得是可以做好些 所以 其实很坦白说 就是公屋的质素 和私楼的质素 就是如果选择地点 和他那个人居住的面积 我想他会是比私人居住的 就是更加大 但是呢 其实都早一轮都踢爆过 因为很多公屋的资源浪费了 为什么浪费了呢 有些人霸了资源之后 就变成了小杂 就可以去做出租 或者是玩这个政策的游戏 他就可以玩抹门 就变成了一个叫做福利 那在以前呢 没有人敢动他 为什么呢 因为民主要去选举 为选票 无论你是建制派也好 或者是民主派也好 你都是用蛇齋餅种的策略 就是去给他甜头 你不敢去动他 说你富户 你霸佔资源 以前哪里这样啊 你那张鼠票多么紧要 但是今时今日已经是没有了 没有了这些为选举的东西 就可以真真正正去 还原来现实是怎样的 那这个我觉得 那个防空政策里面 先堵塞了这个漏洞 才再去想其他东西 就是其实 坏坏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的单位是不少 因为之前拍过一集 超过那个入息上限 几倍的人数 不少的 那这些我觉得是应该要撤查 内地有没有物业 应该也是要撤查 那这个第一个我就想说 那第二个我想说呢 就是说 最近呢 香港呢 有些基金呢 是前几年持有了 一些高价买入了商下 或者整栋的物业 现在呢 就是用一个虚本价去买 那其实这个现象呢 不是香港独有 那其实在英国呢 在金司厂码头呢 这个叫做 中国的人手呢 都是买了一座物业 现在呢 沦为呢 就要去谈 去做那个贷款那个重组 就是避免贷款违约 的银团的再融资的重组 那其实呢 说回那些叫做 房地产基金的运作 那房地产基金运作 通常是怎样的 有一家很大的 基金管理公司 那呢 就对资旗出来 那呢 就叫做GP 什么叫做GP呢 就叫做 General Partners 就是说呢 它是会铺拍 和呢 是参与管理 那它就写好了 一些叫做 Pitching Book 那些叫做 推介的书呢 就去找客 那去找呢 就找一些叫做LP Limited Partners GP和LP的分别就是什么呢 GP 它是 有些就可以铺拍 有些就不用铺拍 只是参与管理 而LP呢 只是负责给钱 那它呢 就不会参与管理 那GP赚是赚什么钱呢 它就赚那个 通常那些管理人呢 就是赚那个叫做 每一年的管理费 和呢 就是 那个基金的管理费 和呢 就是那个叫做Performance fee 就是说那个 服务的管理费 就是如果是赚钱的 它是可以分提升 那以前呢 在好景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叫做 定率就叫做220 什么叫做220呢 是每年可以收取 那个基金管理费 总额的2% 或者 或者 就是那个表现费 就是那个表现费 赚到钱的20% 但是呢 你这个条件 通常很难做得到 通常现在 跌到下去呢 可能是1% 或者是15% 左右 那这些呢 就要是看你那个 叫做主题的Theme 那十几年前 以前应该二十九几 二千年左右 那时候呢 2000几年呢 就很流行呢 就做一些叫做中国的房地产基金 那去投入去 那最出名的那个呢 就是在香港曾经 成立的那个呢 就叫做 汇丰南丰基金 HSBC 南丰 Fund 潘河雪 Fund 那这个呢 就是说的是汇丰 和南丰 大家一起出资呢 就做GP 然后呢 就是去募钱 投投内地的项目 那后来呢 他们呢 管理层呢 就叫做 叫做Management Buyout 他们去市场就没了钱 接着呢 就买回汇丰 和南丰的股份 就变成呢 由管理人呢 就去持有 接着呢 就改名呢 就叫做Inferet 那我自己都曾经 和他们交过手 那他们也都试过 和领展啊 去争啊 北京王府井啊 和中关村的项目呢 他们都有的 那我都和他们的 那些 Founders呢 阿爷呢 Steven Yun呢 是熟的 和 另外一个 他们那个CEO呢 Wyatt Choi呢 蔡伟呢 是大师兄呢 就熟了 那他是和 梁振英 师兄呢 是同学来的 那就 后来呢 就去到呢 他们差不多都不用做 因为他们有钱呢 他们就变成是一些叫做借贷 那他们做很多一些叫做借钱给一些内房 那他们收的息呢 就差不多十几二十厘 那那个项目拿过来秤呢 那就是做打折呢 就打四折五折 那他的想法就是说 你的项目 我又预了你那个估值是有发水了 跟着发水之后 也都将个项目评估是打四五折的时候 那他就觉得很稳定 那这个呢 在五六年前呢 他们很喜欢做这种玩法 那他们收成十几二十厘息的时候 因为内地那时候是整个资金链是没有的时候 他们收就收那么高的利息 那除了他之外呢 另外的中信呢 再加上信达资产管理呢 也都做了一个基金呢 专门呢 就是借钱给这些内房 尤其是一些二三线的内房股呢 就是发展呢 就很轻问他们去借钱 也都是收成 接近十几二十厘的年息呢 是去贷款的 那这个就是房地产基金 那想说 就是房地产基金 现在提起都害怕了 因为整个尤其是商业房地产呢 是向下行的 我记得应该是前日呢 那我就参与了大湾区上市 粤港澳大湾区上市公司的联合会 那里有一堆的上市公司呢 就是组成一个联盟 在搞了一个线下活动 是讲粮会的解读 那地点在哪里呢 就是在一间测量司行 就是纵粮联行的总部呢 就是在太古坊一期那里 那之前我去纵粮行开会 纵粮联行开会呢 就是在湾仔 就是在那个太古港长三期那里去开会 那现在呢 它们全线就搬了去太古坊 那两层的楼面 那其实现在的写字楼呢 就不会像以前那样 这个是商业部 这个呢是商铺部 这个是住宅部 这个是股价部 这个是股价部 不是这样的 就是不是 现在所有的装修呢 就去到你以为就是一个咖啡店 来的 很多不同的猪肉桌 有很多不同的电话厅 直接有个咖啡的counter在那里 那 接着就去订 自己去找的位置坐 就有不同的locker在那里 那 那 现在就是流行这一样 可能还要搞一些活动啊 有gym啊 有些不同的食物 就是大家现在的工作的氛围 不是以前我们这么严肃的工作氛围 今天 直接是汇丰的大班 都没有固定的office 就知道 现在的世界就变了 那所以你会看到 不仅指香港那个 社字楼的空置率高 因为中美脱欧的关系 美银现在又说要少了 长江中心一层半的面积 其实 金司长码头 那座叫Ten Upper Bank Street 的 那个项目 都有整15%空置 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那 以前 就是上年 年头才去完美银 去那里开会 即是装修得美轮美换 中国色彩 但是都不要一层半 那 要搬去攜充 那因为生意问题 因为中美脱欧问题 那再加上 现在很流行 work from home 因为我听到很多朋友都 一个星期是不需要 做完整五天工 可能他会有其中一天呢 就work from home 那这个就 和这些猪肉桌 那个做法呢 那也都令到 需求少了很多 那即是未来 大家会看到 那个房地产 尤其是 一个商业楼 即是那个叫做 commercial building 应该是会是最差 和那个商铺 受到电商冲击 是会最差 那反过来 做物楼呢 就会是好 那我不记得 我就是 转了这样的形式 我跟大家讲过 物楼和做仓 那个分别是什么 仓呢 就是说你给一个地方 他去摆货 那他就越 堆积得越多越好 物楼就不是 他是越空置越好 为什么呢 他是说一个叫做 货如轮转 我们去计物楼的时候 通常譬如 好像香港机场 其实新鸿基 有头那个叫AFL 那个亚洲物楼中心 其实他们赚的钱 很少是赚那个租金 那些大部分赚的钱 赚一个叫做Gate Charge 那个开闸收闸来来回回 那个费用呢 还要是多 那就是说 一个物楼呢 其实 他是说的是一些生的 不是死的 就是他要有多多进进出出 因为你证明你那个使用量会是高 你才会肯给他钱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式 因为以前应该也是说 十几二十年前 有一间跨国的物楼公司 就跟我们就去谈 可不可以将我们其中一个很大的厂房呢 就变成一个亚太区物楼中心的书楼 因为那个位置 在清衣 是可以方便 那些货 即是 机场都搞不完 要去清衣 去做拆货 去做分货 那这个呢 他们觉得是有市场 我们那时候谈 就是谈一些这样的 调款 谈一些这样的合作 那这个最后没有 不成功 但是都是上了一货 那 就是很庆幸自己 就是以前呢 什么都有经历过 那时候呢 就会令到我有时 不知道的东西 不懂的范畴都会知道 那再去之前就是说 以前去搞一些一级开发 就是搞由规划开始 将一个地 要将它哪里放商业 哪里放物楼 哪里放住宅 哪里放一些主题性的东西 去做规划 也都曾经参与过 那也都跟内地呢 有些很大的物流公司 Prologic 他们联络过 那香港就 曾经也都跟有一间叫做 Macquarie Goodman Macquarie Goodman 那后来他们 就没有了Macquarie 只得了Goodman 就是叫做家门 那他们在 应该也是十几年前 就进军香港 就买了很多的商下 将它激活 以及将它升级 活化 那就是整个人 在PP3 有一大堆职丝 的人在那里 就去做这些事情 那这个就是说 未来会好一点的种类呢 就是说物流业 就不是一个叫做 货仓的行业 所以大家真的要去认识 那个问题 那最后想说呢 就是说 关于昨天的议息 议息呢 他就说 有机会减息 但是 其实 联储局的东西 永远都是说些 无力两可的东西 一天他不去到减低口息 我都不会觉得他是 那你看到 现在那个利息 那在很多的层面里去看 其实都不差的 就是美国 那个经济 那个不差的 尤其是 就是说不减息 那个股票市场就创新高 美国要去大幅减息 就是通常 它是 那个股票市场重创的时候呢 它才会去减息 那 那个 那个 美国那个 货币供应呢 其实 由2009年 2008年 不够1万亿 QE1 去到1万多 再QE2 去到2万7 再去QE3 去到4万亿 在4万亿里面 维持了几年 就跌回到3万头 跟着呢 因为新冠热情呢 又再推一转的刺激做措施呢 就3万多亿呢 就推到6万多亿 现在呢 就回到大概是5万多亿 那你就会看得到 增本 是大方向 那个美国的货币呢 就上升 上升 只不过现在呢 就在说一个叫做收水 还有呢 就在玩一个万剑归宗的策略 他就用高息 去令到那些资金呢 就回流回去美国 那是在玩一个七双拳 因为在高息环境 现在就看哪一个呢 就顶不住了 就是跟其他可能 发达的国家 或者是发展中的国家呢 就看哪一个顶不住呢 就割他韭菜 97年试过一转呢 就是割了东南亚 泰国 香港亦都是 新浮其海 就是那个 资产格价呢 就是跌七成 那些人就常说 他那个财赤那么多 他不可以维持高息 那以前我也相信 但是当他前年呢 他加息突破了位的时候 我就否定回自己这个想法 就是说 美国已经是想到方法 在高息环境里面呢 都是可以继续生存 就是不要 就是把我们自己想着一些 一厢情愿的思维 没有可能的 是当为一个永恒的东西 因为世界上 尤其是金融世界呢 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 就是好像在说一些 pick on 一些那么虚拟的东西 想着没有可能发生 搞两三年就没有了 但是到今天十几年 变了越来越正规 变了越来越受欢迎 这个又是大家 就是说十几年前 包括自己在内 都不会觉得是会 走得到的 这就是说自己的认知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都去保持高度的警觉 和自己说 我们是要去open 要去接受很多东西 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要去拍视频的目的呢 因为很多朋友 在财经里面 我经常看一些 叫做报导 那些报导很多 就是一些记者去写 那背后其实 他们是被人引导 去说那样东西 就是等于我去接受访问 很多有朋友 去问的问题 是经常想引导你去说 他想听的答案 网台会是这样 报纸会是这样 你估计他今年会升多少 今年会跌多少 其实他经常很想给一个前撤 他是希望你去说升 或者是那个人 是希望你去说他跌 那他不在乎你去背后 去分析 或者是跟他解释 我那个思考 那个理念 那其实我是希望着重 就是去说给你听 我那个思考方法是这样的 我那个思维模式是这样的 我是觉得有 叫做 叫做 叫做一些叫做阴谋论 在后面的 我是希望想 给一个另类的选择 另类的看法 去做参考 不是一去去到结论 就是说 今年升多少 今年跌多少 我觉得没意思 就是等于去做答案考试 一给ABCD题目的选择题 告诉你 就是A 就是正确的了 那就不去告诉你 那条题目 为什么我会去选A呢 或者这条题目 我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 不会告诉你 说回一个做IP 就是我们做一个叫做个个人品牌 第一个就是说定位 定位最重要就是说 你有没有那个mission 你那个目标 你那个理念 我目标 我的理念 就是告诉大家 我思考背后是什么 并非是那个答案本身 这个是我自己的理念 是希望 不要只是说 你一见到我 有邵sir 有邵博士 Kenny sir 我不是想做这些 我不是想只是给你答案 我是想给一个思考模式 希望大家一起成长 可能那些网友比我更加聪明 他会告诉我 我思考的盲点在这儿 这个频道没有高低之分 我不会在你的上面 你也不会在我之下 有很多网友比我更加聪明 大家是一个叫做 不要说教学商长 是一个互相沟通 是一个理性的讨论 令到大家的思维 是可以out of the box 可以想多些 大家是有养分 有叫做干货在里面 并非是说一个指定答案 因为很多香港人 尤其是受过田口式的教育 因为考试制度的关系 他们只是容许我们去背摩都答案 背到摩都答案 就是高分 我不喜欢背摩都答案 所以为什么我考试这么厉害 读书这么差 就是因为我喜欢闻到督 我喜欢去想 我经常觉得坊间很多的教科书的答案 都是不对的 无论理科也好 理科反而好一点 文科真是历史 为什么败忙一定是外优 然后幻观 内戚一定是这样 方任无道 这些是标准答案 那经济又是 一个明明是一个偽科学 没有可能传到同样的情形发生 怎么可以用到数学去计算 还要用differentiation 这些简直是匪夷所思 因为你包装得漂亮的时候 人家才会相信 那这些偽科学 叫做人民科学 包装成为科学 也都可以过倒关 这个就是说现实 所以我自己虽然是读经济学 拿了个经济博士学位 我知道这个咸头 只不过是方便自己去做事 方便自己去做什么呢 那现在我譬如我教碩士学位 如果我没有一个博士学位的时候 我就很难做到 那这个我是有目的去做 那... 刚刚昨天才做了一个总结 原来我三月份 我是咬了整三十二个小时的书 呃... 四月份有二十几个小时 未来六月都有二十个小时 已经是engaged了 即是已经落实了 慢慢有了 那就是说 我之前去想的那样东西 就是要我去找博士学位去包装 是一个对的道路 那我不会走去自居 我给你... 因为我有个博士学位 我会给你认识更加多 不是 反过来 在工作不同的经验里面 和很多人不同的接触 在犯错里面 撞板里面 学习的 我觉得反而是更多 就是learning from error 我觉得反而是更多 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么多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聊聊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